三叩屁呢 打树打完之后有朋友最好两个人可以跟人打 还是一样两个人站好 然后第一下 位置都是一样的 第一下往下 记得要补手 然后再收出来 第二下 往他头上打 两个人都往对方的头上打 然后互相的去 第三下收回来 出砍 这么去砍的感觉 另一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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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的两个人去加力 你到后面用力的时候 你看 记得一样还是跟打桩一样 身体要动 身体要动 整个人身体要沉下来 不要有浮着的感觉 一般一个人就疼了之后 他的下意识是不反 疼了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要控制 两个人大了 你越往下沉 你的脚扎得越实 你上边的力就越大 你想要跟他打的力量大 哥不一定 你看 我要跟他玩命 我哥我去路到这 这有个很大的一个旋转的幅度 很大的一个旋转的幅度 这样去打 单纯的哥哥去打 他的力量 不那么大 通过身体 这么去扔 他的力量就大 对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的相够平 这是原地的 还可以加活步的 拉屋子 哎 就是脚要扣住对方的脚 先练的是埋 埋他的脚下坤 埋住对方的步子 埋住对方的步子 然后再退 走 练到后面的时候 就手脚从前面走 磕 走 两个脚其实是腹磕 然后腹磕 腹磕 也是练脚腕 这块的硬度 就是这块 斜面这块的硬度 因为这块硬度 经常摔会的什么 这块经常用到 所以 这下面在练三套臂的时候 就同时去用到 这是活步的三套臂 活步三套臂的时候 你慢慢两个人就可以 在我们对方身上打 所以在对方打 就是猛一下 一样的状态 坐开就打 不是两个人闹着玩这么打 每一下子都在 打对抗的时候 真用这个 每一下我打死他的这种感觉 这是两个人练的一个好处 单纯打装很难有这个状态 所以这是 你们如果后期有 两个人对抗的时候 就可以多练 稍微 产品 放一半 稍微